大家好,我是小天 上一期我们说到天魔大战中期 米利姆军频频获得胜利 然而在战场上的人们 天使欧贝拉,盖鲁德,哥布塔等人 却感受到了一股不强的气息 随着敌方越来越多的将士死亡 哥布塔的对手佩里奥躲遍得越来越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远处之皇卡雷拉与重将中最强的择死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战斗 我们接着往下讲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卡雷拉的对手是敌战中最强的泽斯 现在的卡雷拉熟练地运用着黄金枪和刀 以近藤的战斗风格与泽斯对峙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似乎战斗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但说是这么说 卡雷拉并不认为自己会输给泽斯 泽斯的存在值超过了卡雷拉 如果是跟泽奇恩比的话 甚至有着近三倍的差距 但是卡雷拉还是觉得泽奇恩更强 而且以前跟泽奇恩战斗的时候 迪阿布罗会要求他们不能攻击利姆罗的机包 但这一条规则对泽斯并不适用 凭借着与泽奇恩的战斗经验 卡雷拉能够比泽斯想得更多 看得更远 连艾斯普林他们都拖住了费地奥多 我也不能拖后腿啊 卡雷拉的内心燃起了熊熊斗志 横取宝刀将正面进攻的泽斯推了回去 随后手腕一转 瞄准外骨骼的空隙之处就是一刀 破碎的身体组织飞溅而出 但泽斯仅是笑了笑 纵神乐器随后下压 卡雷拉连忙后撤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烟雾四散 视野模糊 随后又是羞的一声 一颗子弹从烟雾中穿出 击穿了泽斯的敷衍 这下子又是逐渐倾向的卡雷拉 却恶魔之流还会耍这种小把戏啊 哼你是很厉害 不过比不过泽奇恩 什么 泽奇恩是我的竞争对手 跟他战斗可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有时候还会连续作战好几天的时间 不过我没有一次让他受伤过 即便是没有迪阿布罗定下的规矩 泽奇恩的强大也是肯定的 而泽斯居然会被自己的攻击命中 卡雷拉确信 这样下去肯定能赢 真是可笑 那我就认真一点对付你 卡雷拉的想法伤害到了泽斯的自尊 泽斯愤怒之下释放了杀意 卡雷拉也不甘示弱 提高魔力释放霸气回进了过去 两股霸气相互冲击 在战场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被其卷入进去的人们 都因为无法承受而失去了性命 随后泽斯呼的踏前一步 卡雷拉立刻全身戒备 并吸着盯着泽斯 只见其举起拳头 动作瞬间的如同黑暗中的闪电 冲向了卡雷拉 卡雷拉不慌不忙 抬起自己的宝刀就迎了上去 只见长刃回动 多么的凶光迸舍挨出 泽斯的拳头划破了卡雷拉的脸颊 而卡雷拉的刀则割开了外国的缝隙 泽斯猛然转身 对着卡雷拉的小腹就是一脚 卡雷拉毫不畏惧地侧身躲开 钻入泽斯鲁骸中又是一枪 近距离的子弹穿过缝隙 打下着泽斯的身上 泽斯忍住疼痛 就跟没事一样将那疼功的腿迅速抽回 朝着卡雷拉的头部打去 卡雷拉心里一惊 身体本能的偏移 但虽是保住了头部 左侧的肩膀还是被踢碎了 没得手啊 不好意思 稍微出了点小失误 虽然被直直地挨了一击 但卡雷拉依旧露出无味的笑容 他本来是想达成无伤祭导泽斯的成就的 这一个失误虽然让卡雷拉感到了后悔 但内心毕生的想法却不会改变 两人的伤势迅速恢复地过来 对于他们这种曾经的人来说 这种伤势是没有意义的 如何有效地让对方疲惫 让对方露出更多的破绽 才是至少的关键 虽然一开始使用了大招 导致能量稍微低了点 不过赢的人还是我 卡雷拉决定慎重行事 再次展开进攻 但就在这时 他察觉到了战场的一边 咦 这不气息是 警戒工作是由米利姆大人负责的 因为有米利姆在 所以卡雷拉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其他战场 而且泽斯也不是可以大意地对手 所以才会这么迟才发现一场 呵呵呵 发现了吗 你是很强 但是这不是战斗 而是战争 胜利的会是我们 你说什么 卡雷拉不爽地皱起了眉头 看向了泽斯指向了方向 随后终于明白了泽斯的意思 视角回到戈布塔这边 站在戈布塔面前的佩里奥朵 身体上的伤痕突然作为分割点裂开 从里边出现了一个神秘美女 这是进化吗 初次见面 我是佩里奥朵 统帅虫莫族的虫妃 就连说话也变得更加流畅 足以说明 他已经变成了之前完全不能相比的超常存在 别开玩笑了词 感受着那股压老心的嘻嘻 哥布塔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这已经不是什么自己也变得更强一点就能对付的对手 现在佩里奥朵的实力超过了所有的虫将 比与卡雷拉战斗的泽斯还要强 哪怕是哥布塔 蓝牙 卡利亚 弗雷一起上 胜利的希望也无限接近于你 逃跑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可是 真的好吗 逃跑的话可没有脸面去见自己的伙伴啊 管他呢 虽然样子变的 我们做的事情也不会变 卡利亚率先出手 直接使用自己的必杀 兽王闪光后 将自身化为光之粒子 逼近佩里奥朵 仍然 佩里奥朵动都没有动 怎 怎么可能 伴随着卡利亚惊艳的声音 佩里奥朵吐出的毒物 覆盖在了变成光粒子的卡利亚的身上 卡利亚直接停在了原地 好在 这只是一次阳光 这段时间 弗雷已经落在了佩里奥朵的后边 用自己的神鸟爪击 抓住了佩里奥朵 爪子上带有能够封印 所有能力的魔力妨碍 而且因为其带有神性 甚至连纠结领域也可以触破 只要被抓住 就不可能会有反抗之力 可是 佩里奥朵却露出了微笑 真让人难过 我的孩子们 居然会输给这种程度的对手 什么 弗雷的疑问还没解决 腹部就受到了强力了一拳 弗雷口吐前血 本能地松开了自己的爪子 这救了他一命 直觉还不错 虽然有点使不上镜 不过变成两下就能杀了你 看来 你们的作战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这样多少也能挽回些 我的孩子们的面子 佩里奥朵如同唱歌般的说着 而对面的四人 则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在卡利昂和弗雷 都深受重伤的情况下 唯一的选择 逃跑都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卡利昂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恶寒 现在还能做什么 米利姆在提防着宠魔王子拉努斯 不可能期待他的援助 与自己差不多 弗雷也受到了重伤 佩里奥朵是这里的绝对强者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那么他肯定会优先杀死受伤的人 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卡利昂陷入了迷茫 而至于弗雷 在与佩里奥朵事件相对的一瞬 就做好了觉悟 对不起 卡利昂 本来还想更多地了解你的 但我应该就到此为止了 弗雷做好了释放最后一击的觉悟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 是米多雷 原来如此 设置结界的理由 是为了收集死去的同伴的力量吗 不只是收集 为了弹下更强的孩子 需要更多的力量 听到这话的米多雷 下定的决心 一定要在这里杀死佩里奥朵 不然 吸收有方尸体和重墨族尸体的力量之后 重墨族的大军将会变得无穷无尽 只可惜 现在处于劣势的是自己这边 哼 那就先把老夫打打 米多雷左脚轻轻迈出 沉下摇突然间爆发 如炮弹般挥出右拳猛冲了过去 从大地挨来的力量 与自身的斗器融为一体 化成了如拳头一般的动气 米多雷的这一击伴随着神迹 能够击破更高阶层的对手 这便是上位圣母灵 龙默仁米多雷的奥义 龙牙胜权吧 然而 佩里奥朵只是轻松地操控着空间魔法阵 就将米多雷的攻击给消去了 好在 米多雷的攻击只是一个诱饵 可别把我给忘了 周末 魔朗烟雾 从米多雷的影子之中 跳出的哥布塔发起了下一次进攻 然而 佩里奥朵依旧没有动 又一次展开魔法阵之后 周末魔朗烟雾也消失了 不 这还是诱饭 真正的攻击者是欧贝拉 在两人吸引着对手注意力的空气 欧贝拉准备好了必杀 今天的第二次急性暴击 与米多雷和卡利昂他们不同 欧贝拉的存在值 即便是跟佩里奥朵相比 也毫不逊色 因此 被这个攻击击中 怎么都不可能平安无事 不 扎拉里奥是个聪明的人 早就知道你会过来 随着这句话的结束 佩里奥朵挥手将陨石控制了起来 还给你们 从天而降的陨石 在佩里奥朵的力量之下得到了加强 统合了米多雷等三人之力 全部砸下了战场 战场一片混乱 不分敌我死伤惨重 不过佩里奥朵根本就不在意 对他来说 战场上的能量最终都会聚集在自己这里 然而他失算了一点 别放弃 只要有我们在 就不会有任何牺牲 盖鲁德的军团站了出来 高举盾牌守护着米利姆的军队 即便盾牌破碎 盔甲破裂 也要守护其他人 卡雷拉麾下的恶魔们也行动了起来 运用恢复魔法救治伤者 运用死者附身复活死者 至于那些被粉身碎骨的 则收集他们的灵魂 以方便日后复活 看到如此坚持的众人 米利姆军士气高涨 而面对这一幕的佩里奥朵 则第一次感到了动摇 连死了都能活过来吗 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秘术 觉悟吧 现在是单方面的狩猎时间 欧贝拉拉近距离坐窄 米多雷等人也同时行动了起来 母亲 请把杀死敌人的光荣任务交给我 先前撤离的穆吉卡回到了战场 战斗变成了6比2的局面 很棒的材料 就让我将你们培养成更厉害的孩子吧 生命再勾住 佩里奥朵用自己吸收的能量 强化了还在战场上的泽司以及穆吉卡 于是黄飞佩里奥朵带着两名超级战士 开始了战斗 施假回到卡雷拉这边 明白了现状的卡雷拉感到的不安 但还未从那股不爽的心情中恢复过来 卡雷拉就感受到了一股恶寒连忙后撤 随后 她原来所在的位置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太棒了 托母亲的福 我更加接近创世神了 就拿你作为新的力量实验的对象吧 泽司的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 而这番话毫无疑问伤到了卡雷拉的自尊 你是说想拿我练手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如此说着的泽司挥出了拳头 那动作看起来缓慢 但却达到了音速的数十倍 其所带来的冲击仿佛要引燃空气 正随大地 这个攻击明显比之前要更加强力 泽司现在不仅存在着弹弗路提升 似乎还获得了各种各样新的能力 真是卑鄙 卡雷拉的心里如此想着 本来都想好要怎么赢下胜利了 现在又得重新想过 虽说如此 但卡雷拉还是不觉得会输 即便他的力量增强 但技巧还是那个样子 如果是拥有泽奇恩那样的技巧 卡雷拉才会拥有危机感吧 现在的卡雷拉 比起对被看不起的不满 更多的是对同伴们的担心 那家伙看起来相当危险 比我的猎物还要强 就算欧贝拉和米多雷等人支援 也不知道能不能赢 根据卡雷拉的预测 哥伍塔 蓝牙 盖鲁德 卡雷 弗雷这些人一起上 打过强化后的木齐卡的机会 也只有五成 而至于佩里奥多 他的强度比泽斯还要厉害 本来 卡雷拉为了不出现牺牲的情况 在米利姆跟对方最强的 宠墨王泽拉努斯对峙的前提下 自己选择了第二强的泽斯 但现在泽斯退了一步 佩里奥多变成了第二强 出现牺牲 又为主军的意愿 卡雷拉决定不再与泽斯纠缠 虽然跟他作战挺开心的 但现在是告别的时候了 卡雷拉在内心道歉着 本来想在积累一些战斗经验 但同伴性命垂危的情况下 不是优先自己享受的时候 卡雷拉举起黄金枪对峙了泽斯 哼 你还不明白 那东西对我没有作用吗 泽斯的理解是对的 黄金枪凝聚出来的牡丽弹 所造成的伤害马上就会恢复 损伤约等于没有 不过卡雷拉现在的这个举动 完全是为了让对手答应 然后他所选择的子弹是 那么去死吧 没等卡雷拉说完 枪中闭上的一击就射了出去 那是连隆重都能记到的 一天只能使用一字的神灭蛋 啊 泽斯正经地看着自己胸口上的洞 意识之间居然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后 维持自己生命的磨合破碎 生命流失的感觉逐渐增强 泽斯终于明白了 你 从一开始就留守了 不是哦 我们的实力其实不相上下 要跟现在的你作战 能否胜利也不好说 那 为什么你 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才这么做的 卡雷拉露出了微笑 为了同伴的安危 现在只有这个选择 除此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合体战斗确实很有趣 但你比泽奇恩弱 所以到这里就够了 卡雷拉那天真无邪的笑容 让泽斯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但其实这都是卡雷拉 不自觉中做出的行动 可谓是非常符合恶魔的风格 我 比他弱 不 我才应该是成为新的创始神的 泽斯的这句不甘的话 成为了他最后的遗言 看到这样的泽斯 卡雷拉并没有什么成就感 他甚至没有享受战斗的胜利 就立刻赶往支援哥布塔塔门 但就在这时 一股不祥的预感突然传来 哈哈哈哈 我从一开始就等待着这个机会 什么 卡雷拉被这股危机感吓了一跳 滑滑地用双手护住的要开 随后 因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而连连后退了几步 拥有神话极性能的双手 也因为一次踢击而骨折了 那么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战斗又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我们下期再谈 好啦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赞和三连一波 系列视频已经从动画第二季 直接讲到了小说的最新权 如果你对系列视频感兴趣 可以在我的播单和收藏价里边 点击播放全部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